I'm just thinking cause it's over 赵薇首次公开评价范冰冰,句句真言嗨翻全场,网友支持赵薇 说起赵薇,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,投资女王,经常身边都是超级富豪之类的人物,马云等顶尖企业家,同样的赵薇也极具猴子天赋,目前身价超过几十亿,也是著名的投资女王 说起另外一位女王,范冰冰,其实她们在多年前共同出演过《还珠格格》两位美女,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这部电视剧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,但是当年的小燕子和金锁依然让大家记忆犹新,一个调皮可爱,一个贤惠淑女,而如今这两位当年的女王,如今怎么样了呢? 对了还有林心如,当年饰演紫薇 林心如嫁给霍建华之后,虽然在娱乐圈依然活跃,但是影响力大不如从前,而且最近据说怀孕在家,而范冰冰却一直占据住话题女王的位置,从当年的金锁到如今的范爷,而且在娱乐圈的身价和片酬就是前列的 2017年曾有知名机构把明星片酬排名了,排名第一个就是范冰冰 可以说这么些年过去了,她在娱乐圈确实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气,同样的赵薇退出娱乐圈,跻身商业界,经常和一些豪门,名流,结伴而行,也是相当成功的一位女企业家了 有一次在参加节目中,当主持人问赵薇你觉得自己和范冰水好看一些,当时大家一副看戏的表情期待赵薇的回答,而赵薇听了先是大笑,随后霸气的说这是我的主场,所以不觉得大家听到后掌声不断啊 不断有网友感叹赵薇情商真高 如今赵薇年过42岁,但也是越活越年轻,几乎依旧洁白戏闷,还有傲人的曲线让人羡慕不已 赵薇在下面的综艺节目中说出好身材的缘由,让人羡慕她的玲珑身姿,爱美的我尝试了数周,小肚子已经消失了 其实赵薇和范冰冰的颜值相差不大,俩人都是标准的美女,那个时候赵薇的风头绝对碾压范冰冰啊 只是前几年赵薇平时不注重打扮,穿衣风格也比较保守,但是很多人喜欢范冰冰,有些喜欢赵薇的商界女强人 对此有网友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,要说漂亮,个人认为当然范冰冰 赵薇有演技也更美,谁也比不了 感觉冰冰美,赵薇的那种美是四五十年代的美,我妈,她们辈儿的喜欢,现在是冰冰引领的潮流,各书几件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